哈囉各位觀眾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Blindstein Series第三賽季 然後現在是B組比賽 我是今天的主播輝 我是賽銘社 是第三賽季嗎? 應該是第三賽季 然後今天是打B組 那會有四位選手 然後踩那個像巨隊手那樣的 Ball3雙敗淘汰制 我看一下 小組前二進擊 對 小組前二進 那今天有Rex Nice Creator跟Bomber 所以 那個沒辦法打的換成Creator 是誰不能打 Holycam嗎? 對對對 換成Creator 我覺得今天 台灣型有蠻有機會的 Creator好像那個 就是他好像解除那個 合約之後又先回來 對 他那個跟今年的合約 就是結束之後 他跟官方先宣布 那個 退掉 然後後來過一個禮拜 對 過一個禮拜 就牽回來 你說跟G 跟G 跟G 後來就繼續續 對 喔 然後Cue好像沒有續 Cue好像到別的戰隊去 對 第一場 這個條碼的是NICE 喔 Creator 對 它下面有寫Creator 好 第一場是Creator對上Rex 我們來 我是比較看好Rex 你怎麼看 Rex 對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新版本的神打仇齁 對 我看隊長好像最近 分數好像又上去 喔 又更高這個 對 又回復 之前好像掉到5千 5千8 5千9 6千1 6千1 6千2 好 那第一張地圖來到的是 領向之城地圖 右下角 藍色的神族 是Creator 然後地圖左上 紅色的重組 是Rex 他們都是軍各戰隊的喔 今天換我來 跟著Rex的視角 所以這邊是一個BG探路 嗯 好 很早就來探路齁 打叢圖基本上 比較正常 應該是兵營就會去探路喔 那有些人會有些比較特別的流程 很像 爬屏可能就不探路 但是他的 他的BY就先開 然後會出D 是果然是這樣 我來 騷擾一下 Rex這邊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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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x這邊應該是一個正常卡路 Rex避擋一下 Rex這邊應該是 Rex這邊應該是 Rex Rex這邊是 不知道跟哪個OBA啊? 奎特應該是要走別手 跟OBA還是OB2啊? 改變應該是OBA,因為OB2太快了 絕對不是一個正常OB會用 所以應該是OBA 第一顆選擇服務強壇 瑞士到兩條狗 我一直確認第二隻教師的時候 王蟲就可以往裡面飛 其實有些更兇魂一點的 第一隻王蟲確定是教師他就往裡面飛 可是我覺得那時候進來 第一隻我覺得要進來 不如直接飛就好 一開始就直接飛了 我就不用管他是不是教師 是教師的機率太高了 對啊 因為你看 可是太早飛進去你看不到什麼啊 對啊 我就不知道狗看科技比較好 對啊 你晚一點飛進去的話 比較有機會看到關鍵的東西 不然你太早進去 就算你看到那個科技 你也無法確定他到底是大的 除非你看到VS 或是你去看一些地圖 你可以去調那個 有些地圖是可以直接飛去組礦 然後邊邊繞走 嗯 類似前面有幾隻狗在當視野 看他那個 這其實是一點蠻重要的 就是 假如你看到 用狗去開視野然後看到VS走位 你的媽媽就可以補位 你媽媽就可以補位 這樣你可以省掉一根防空砲台 有 就省了 我媽已經補位 所以其實這裡是選擇一攻狗 所以我這邊是選擇 士兵贏 敵速 後面應該是要接頭白球 他這怎麼感覺像是要 白球直接幹完 就是先打一波 他只要6兵贏 這個會先壓一下 但至少不是8兵 8兵贏就是一定要幹到東西 那6兵贏比較像是要丟白球 然後 6兵贏會刷一波 對會刷一波 然後開三框這樣 瑞子這邊是選擇 47農 50農左右先爆狗 這隻Dark真的蠻喜歡的 他會先爆狗來壓制你 他會先爆狗來壓制你 瑞斯卡很call 瑞斯是要等下在一波雙線來轉那個 他應該會 上面這波狗應該會去勾你 然後這二框會抓進去 衝了衝了 這是台銘喔 這是台銘 進去 喔 回爆 可是後面有狂戰士啦 好虧 有狂戰士跟 有狂戰士跟 我覺得這波狗 這波狗 這波狗 可是他這樣進來至少知道了 神主意圖 我覺得有點虧 對 在基地上面是虧的 剛剛還賺了兩個建築物 好像還行 瑞斯要繼續爆 這局勢對瑞斯不太好 家裡這個白球是無敵的 對 而且他等一下有 浩尼浩尼的狗 沒有張藍番茲塔 這個一公狗如果沒有那個 就是你媽媽不夠 你沒辦法限定那個靈禁就會很難打 欸 借過一下 直接X了啊 其實還有一點機會喔 欸 瑞斯剛剛好像F 不行不行 沒有張藍太同學了 好 這邊 瑞斯家裡也是一個爆炸 但瑞斯家裡已經爆炸了 但是兩個白球是無敵的 這兩個白球其實都殘血了 欸 其實我覺得剛如果是 回頭試冰影可能會死 嗯 冰影太少 然後會爆球 好 阿 沒咬掉 喔 可以 咬掉一個 唉唷 有點機會喔 欸 可是那個奎的機器還是很好 他還有34這種 等一下 三框是無干擾 所以現在白球就讓你很棒 真的是無敵白球 這場瑞斯要打一個什麼 一攻毒爆狗 壓制 這太命的 但是對方 剛好是一個白球 然後很難死的壓制 不太妙阿 還經濟還是自己 我覺得有點差 我還是覺得很虧 因為瑞斯這邊是沒有二本 對 又要拉一波弄 他的這個防空塔怎麼那麼拼氣啊 剛剛防臨近 他壓根沒有想到這兩個 殺超爽的 然後拋手 直直 所以我覺得現在 推推是暴兵我覺得 打過去可能日子就很難防 然後先至少確認他二本時間就可以 日子現在應該要開始偷了 然後看能不能滾毒爆滾到大 感覺有點難 後面其實葵頭選擇了 直接閃電子我覺得是 最好 你閃電的話 你轉smoot流是最怕那個 蟑螂狗毒爆 是很怕閃電的 因為狗跟毒爆 甚至蟑螂其實都被電動蠻通 嗯 然後現在葵頭先壓出去 但他這波其實也不是要給你死 他是給你壓力 然後冰你殺冰之後他再退回來 感覺這波應該是 好像四光會掉 因為冰太少 好 回頭卡安口了 直接不是跟隨機 這波應該是 拋無懸念了 如果A過去 這個蟑螂事物都還沒好啊 閃電等一下就有 回頭是補到 喔我覺得有九隻農 現在我覺得要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 毒爆去滾 去繞邊邊 然後滾到農 然後正面又滾到那個閃電 然後柴油 柴油 沒有我覺得這樣滾到也沒有 柴油 來來來看有沒有機會發生奇蹟 有點難啊 還被看到 天 回頭這邊是要直接往後去打 因為現在後去怕那個 珍珠怕衝 打超穩的 鬼頭這邊是選擇先壓看看你們五框 然後沒有再往上去 他這個陣型也不管了 超爛陣型直接上去 沒兵啦 毒爆也沒速度 什麼都沒有 還沒有二攻 完美的解決掉了 GG 我告訴你 鬼頭先拿下第一分 這場 前面那個 狀進去 其實沒賺 應該說 基本上沒賺到東西 今天這個劇本 瑞士 有可能會是 優勢的劇本 就是他今天 剛才撞那個 那個我覺得如果是四兵贏 我覺得有機會家裡沒有狂死 那如果今天奎特就是六兵贏 他有什麼情況下 他是有可能賺的 我覺得要產能剛好刷在外面 家裡要沒有產能 然後剛好就被撞進來 那他沒辦法刷兵 他可能 家裡會先被咬一波 對 先被咬一波 在家裡 他那三個狂是剛好那個 剛好在裡面 然後配合先把那個狗換掉 不然家裡應該是會受傷 家裡應該要開花 因為一攻果還是有點強 之前Duck也是蠻喜歡打這種 就是五十龍左右先爆一波狗毒爆 像五十龍打一波狗毒爆 這種東西是打神豬什麼 這種其實是要看很吃那個觀念 因為他這種東西 神豬用什麼樣開局情況下 他用這樣打會很有優勢 那個雙VS 雙VS 還有呢這個雙VS已經算很少見了 到了 而且我們從雙VS的角度來想 他這場偵察到對方是VS開 就這樣而已 他就決定這樣打 應該是 他是一開始就決定要這樣打 是嗎 他應該是看到對方VS開 他決定這樣打了吧 到了 我剛剛沒有注意到他那三框的時間點 為什麼他看到人家VS開 他也要決定這樣打 有什麼好處嗎 我想一下 因為你VS開會有那個 哨位 對 而且VS開正常會先壓你 那可能 你那個異光果可能沒那麼有用 然後VC開 VC開現在好像比較少 因為現在VC開那個角色好像很白癡 所以他是看要人家VS開 所以他決定要打 這其實從蠻早之前 就是這樣 就是用VS開 我那時候之前在那張圖叫什麼圖 有黃金礦的 然後兩邊可以採 那張圖 那時候其實就有這樣的打法 好 呃 你有沒有點會爆嗎 還沒 好 那個地圖來到的是永恆帝國 地圖左下角藍色 神族是來自軍二戰隊的Quater 然後右上紅色蟲族是來自軍二戰隊的Rex 好 我的OB2在掛我齁 我就跟OB Club 那邊 對一樣干擾你就 其實我覺得雙VS遇到那個什麼 一光狗都很難打 就地面並不一樣沒什麼東西 因為今天這個Quater的打法是很正常的套路啊 那這種正常套路就遇到Rex這樣子打 都能守 那不就代表Rex這個打法是 不管用的嗎 而且我剛剛不知道有沒有看到那個 Quater不知道有沒有 就先知有沒有看到那個 狗的走位 就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 那我不知道的情況下 還守住 我覺得真的是 蠻內 還是沒有用 這場Quater一樣選擇BS 這次他第二隻又出那個 對列 好 那一樣是BS開 這次出現出那個先知 這場他就沒有先出鳳凰 這場他就沒有先出鳳凰 他是選擇先出先知沒有先出鳳凰 為什麼先出鳳凰 他想要雞多點在一起去 幹嘛 他要開視野 他竟然都要藏了 我剛才想說他是要存兩隻三隻在一起去 所以這個先把他藏起來 瑞士這盾地是生錯嗎還是新潮流 一定是按錯他等下就取消了 不然他生盾地幹嘛 去卡人家礦 但是有在哪有先知 他就取消了 他就算要生也會那麼早生吧 對啊一定按錯 他熱鍵是什麼 R嗎 R 不對啊 他又不能按蟑螂 他R什麼 他現在又沒有要注射 我覺得真的是等下去卡蟑螂 就買一隻狗 我覺得他是按錯 快好了 他發現我怎麼有蹲地 然後他發現他生了以後 他不會去 你就看他有沒有買 他有買就表示他沒按錯 好 買好了 他也沒去買 人家三塊你蓋 你不要跟我說他是那個 他等下就買一地毒爆這樣 他是不是要再來一發啊 他下三個第四什麼意思啊 我天 他是全面被騙的 他有看到三框 但三框的功名有點稀數 沒有 這樣取消 然後看到那個 開三框 是 其他一框 他是硬剛的喔 有有 我對卡很厚 卡的有點兇 有有有 三框 這波盔頭有點虧喔 掉了掉了 這波狗換光了 瑞士雷卡一隻狗 他現在用到 他那個買地就升錯了百分之百 他搞不好到下都不知道自己升到好升到買地了 沒有他三框盾一絲 他發現他好升是不是 因為我剛看其實如果要前面要升一公狗應該會發現 但是他把他升好然後後面再升那個 你看他 他如果買地只是為了要卡這個 他也只耗到人家一個50能量了有賺嗎 然後多一點 拖一點時間了 根本沒賺 這樣速度還沒好 這虧在打蠻壓制的啊 對 我阿嬤都看得出來打不下 這我阿嬤都看得出來打不下 他要繼續衝嗎 有兩根吃在輸出 後面還有一根 瑞士的兵是怎樣 他後面都生狗喔 完了 我阿嬤看得不太準喔 抱歉我阿嬤不懂心態了抱歉 不是啊他後面的兵耶 他剛剛後面有生兵嗎 他是爆了一堆狗啊然後沒有出章狼 我這邊虧了2比0戰勝的 我覺得那個盾滴真的不知道那個 不行以後我阿嬤過來 旁邊干擾我 瑞士後面沒有生兵嗎 還是剛剛那個就是打一下我是覺得打不下來 因為剛剛瑞士去換那個三礦的時候把狗送光 換三礦的時候 對三礦咬掉的時候再去整波狗送光 可是人家來打的時候他是有錢生兵的阿 可是我看他好像是狗按了大多數然後蟑螂按少數 那如果說他剛剛的卵全部拿來爆蟑螂守得住嗎 而且他後面跟第四也應該拔起來往前站 他後面跟第四沒有輸出 可是剛剛那個陣型瑞士其實陣型已經是很棒 陣型剛剛是一定是瑞士就好 對啊那個瑞士陣型其實是非常好但是他沒有後續 人家那一波兵刷出來的時候 瑞士後續來都是 都是狗而且才二次來跳 然後人家是直接刷一個8比0的比 那個完全是 那個質樣差太多 狗在四顆白球面前真的沒有什麼用 就上去抓羊了一下就死 好吧那我們這邊再次恭喜這個瑞士經濟到聖聖組 那下一場比賽是 NICE對上BOMMER 讓我就先休息一下 等等就是NICE對上BOMMER比賽 所以想把傷害